大家好,本期内容要介绍一部《日向真理》的作品。 小林平常住在妹妹如花的家里,如花最近交了一位男朋友小王。 在小王眼里,女友的姐姐小林遗传到了父母所有的优点。 每次见到小林,小王总是会心潮澎湃,情不自禁。 这天一早,小林一进房间,就发现妹妹的男友小王在自娱自乐。 小林在一阵惊讶之后恢复了正常。 于是,就拿走小王的手机,想看看小王平常都喜欢哪种类型的影片。 在发现小王喜欢的类型都是她这种模特身材的女主角后, 小林决定伸出援手帮助小王抬忧解难。 看着女友姐姐开放热情的样子,小王当场没有忍住,顿时失去了理智。 事后,小林虽然有些闷闷不乐,但还是准备了一桌子的美食帮助小王补充体力。 这时,女友如花对小王表示,自己最近工作比较忙,可能会没有时间照顾小王。 小林听后,默默地看着小王,而小王见状也心领神会。 于是,俩人在饭后,趁着如花在楼下独自工作,开启了数字研究工作, 对六合酒这两个有趣的数字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体验,丝毫不顾如花就在楼下。 事后,小林心情很好,就找如花一起玩游戏。 小王看着小林和如花,内心不止一次地怀疑,她们到底是不是亲姐妹。 由于玩得很开心,如花喝了点酒就醉了。 看着在沙发上熟睡的如花,小林就过来确认。 这时,小王也过来视察如花的情况,俩人在确认如花彻底熟睡的情况下, 当着如花的面开启了深入的交流互动。 渐渐地,小林也赖在如花家里常住不走了。 平常如花不在家的时候,小王也会帮助小林满足各种需求。 就这样,妹妹的男友最终成为了妹妹的姐夫。